滿目創意的街道 搜尋罹難者的工作 依然持續不錯 至於幸存者 一口水 一餐飯 都要想方設法 少數還營業的商家 就是附近居民 緊緊抓住的服務 利比亞洪災過後 至少有四萬人流離失所 人口只有十萬的德納 就有三萬人無家可歸 當局擔心受污染的水質 成為疾病傳播的溫床 下令隔離部分重災區 許多居民因此選擇到 其他城市避難 但仍有人選擇留下 成為默默支撐的力量 我從首 clouds Bur believing 如果你不會想召喚 是從早晨到早晨 否則是若癔Martin 我們沒有 command 天窗百孔的城市中 與陌生人共享片刻日常 在被災難改寫的生活軌道中 搓飲一杯熟悉的風味 彷彿也藉此與往昔的美好接軌 大愛新聞 江玉婷編譯